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灯塔公园是加拿大西岸最古老的灯塔 是从1895年到1956年的西海岸炮兵堡垒 可以在里面看到以往的军事指挥所 和19世纪的原始建筑物 重现了以往在堡垒里的生活景象 可以看到有着栩栩如生的人体模型 模拟着以往发出军令的样貌 这里面就很像小小的博物馆一样 展示以前他们的东西 现在要去看灯塔 其实灯塔还蛮快 如果你直接从路口到灯塔只要10分钟 灯塔在后面了 这个灯塔是可以进来参观的哦 如果想要深入了解这座灯塔的历史 还可以透过语音导览的方式 聆听加拿大西岸的历史 我们来到市区要吃那后面有一家叫John's Press Cafe 吃它的Bruns 可是其实现在已经下午了 这是这家 这家每次都超多人 可是现在还是因为现在1点半了 John's Press Cafe的店内非常的酷 墙上有满满的收藏照片 放免费的面包 份量非常的足够 真的吃超饱的 我们还把吐司和薯条都外带了 我们到了这个了 很新的景点 很期待 可是也很怕 它的流滑滴 门掉31.95 0到5是不用钱 这个呢 是今年新的经典 所以我是还蛮期待来这个地方玩的 这个流滑滴是要5岁以上 或是要42英寸高才能玩 我们今天算比较晚 一天来了 快就4点了 只能玩一个多钟头而已 中奖的声音 中奖的声音 在走到Spider Road Tower之前呢 是一条长长的木板步道 步道走起来很轻松很惬意 是一个很长的步道 下面看就觉得痒痒的 是5、6、7、8、9、10 大概10层楼 看我觉得我等一下声音会响彻云桥 这旁边有海景 绕超大圈走上去的 所以是这样子一层一层走到上面去 这座海拔高有250公尺的Spider Tower呢 可以看到美国的Mountain Baker 和一望无际的海景 随着一层层螺旋状上升的步道 景色也越来越辽阔 也代表这里等一下要体验的溜滑梯 越来越近了 好恐怖喔 这溜滑梯有20公尺长 如果你不敢玩溜滑梯下去的话 也是可以沿着原本的步道走回去啦 所以真的它是说开到5点 可是其实是售票到5点 然后可以回到6点关门 所以就算4点满票还好 紧张快到了欸 这三尺 诶4层还有4层 对啊我们先走到上面 还有坐垫 你看它吊彩不大 它是把人这样推出去 好快喔 好快喔 在玩溜滑梯之前呢 先上来看看风景 鸭鸭鸭街里面 你在晃吧 你在晃 真的有点晃 好厉害喔 好OK 可以坐着玩 完全不敢站着 因为这个网子呢 可以直接让你看到地面 真的很吓人 好我就在这里就好了 你全身看下面喔 你看这下面这么的高喔 超适合拍照片在上面 现在真的真的准备要下去滑了 可是我只想要滑一次啊 如果喜欢的人应该可以滑很多次 只是就你要一直这样绕上来 蛮花时间的 先帮我等一下 不会太尖叫太大声 这里真的好美喔 到处滑下去了 手不要伸出去 像手刹车就不行 对啊 所以完全不能滑 我今天带我的紧张 一二三 第四个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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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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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不敢張開 剛剛只有張開0.1秒吧 剛剛真的很多人在笑嗎 沒有 你超大聲 我剛剛真的超挺緊張 就是它會把你推出去 因為你是坐在那個 它會發的那個 腳是套在裡面 然後你手要抓著 所以你根本沒有辦法 剎車 好恐怖 然後大概10秒就到了吧 然後你只要在裡面尖叫 其實回音超大的 就是大家都會在上面笑 可是沒辦法沒有叫出來不行 很多人會再玩第二次 對啊 這蠻好玩的 可是我剛剛只有一瞬間 應該只有0.1秒 張開然後再趕快閉起來 拜拜 Beaver Lake和Elk Lake是相連的兩座湖 在夏天的時候 會有很多人來游泳啊玩水 湖邊周圍呢有長15公里的步道 除了玩水之外 還可以玩風帆衝浪啊 釣魚啊 划船等等 這兩個步道還不錯的是 都可以繞著湖走 然後又不會太遠 而且騎一開就看到湖了 而且呢 Elk Lake還是加拿大奧林匹克 賽艇隊的訓練場地喔 走開了 我們來到蝴蝶園了 這地方離Bouchard Garden 才2公里左右 應該是有很多有趣的生物 但沒想到裡面竟然有 看起來很恐怖的劍毒蛙 除了蝴蝶之外呢 一進園區會先看到很多 稀奇有趣的昆蟲們 你們看蚂蚁都可以看那麼久 還沒看到蝴蝶 永遠看到一家的蝴蝶子 肝扁式地圖 那寶物色超級強 對啊超強 看了藝人的 昆蟲們終於要看蝴蝶了 哇~~ 我的鏡頭起霧了 請問這位老人家 你又在休息了嗎 喜歡這個景點嗎 它長得好特別喔 巨大 超頭鷹Butterfly 蝴蝶園裡有70種的熱帶 蝴蝶在園裡自由地飛舞著 第一次看到這麼多蝴蝶圍繞的森林 真的很有趣 而且除了蝴蝶之外 還可以在裡面看到一些 熱帶植物啊 紅褐啊 南美洲的魚群 還有很活潑可愛的鷹鹿們 這隻的嘴巴沒那麼尖 好漂亮喔 哇~~ 超可愛的 超可愛的 我們待了一個半小時喔 超久的 其實它裡面蝴蝶園沒有到很大 不過呢 東西蠻多的 大家喜歡這個景點的話呢 可以到小朋友來看囉 我們到了冰封農場 然後這裡 蝴蝶園才一分鐘而已 這裡面是有酒精的喔 3%欸 嗯 蜘蛛是純天童嗎 結果 什麼都沒有 就是一隻 飛飛蛇 很可愛我怎麼辦 我對牠一見鍾情 又出現孔雀了 哈囉 這真的是蜜蜂 真的是蜜蜂 要看蜜蜂的話呢 就是要進去那個小農場 我想是要收費的 要13塊 已經有去蝴蝶園了 對 今天天氣也沒那麼好 對 現在要去城堡 經典的行程 這次要去就是第四次了 我們來三次 然後都是帶不同人來嘛 然後都會去看那個城堡 然後在外面拍照 又不用收費 哈哈 我們又來到了Hatley Castle 那今天也有人在這邊結婚 每次來都覺得這個城堡非常而美 然後這邊也有封 也可以看這座城堡 是在1908年完工的 曾經是皇家道路軍事學院的 學員和參謀的宿舍和食堂 現在呢是加拿大皇家大學的行政中心 今天的晚餐要吃看這家泰式料理 不過我們是要外帶很日式的 明天的行程大概就是這樣啦 然後明天我們就要去維多利亞市區 現在要去看表演 我們來了四天第一天 拉底通了亞市區 然後就看來的表演是水上芭蕾 是Walter Taxi在表演的水上芭蕾 很特別 我們到議會大樓 每次來Vittoria一定會來這裡 不過他今天假日沒有開放 裡面的朝覽 這次很幸運的可以看到水上芭蕾表演 在沒有乘客情況下 四台的水上計程車會跟著音樂節奏同步舞動著 這樣的演出需要很多的練習 所以在表演之前呢 會有機會看到穿著Harbor Ferry衣服的船長們呢 在停車場用步行的方式訓練芭蕾舞動作 看完表演後準備去維多利亞港碼頭呢 搭Walter Taxi到Fisherman's War 我們到了坐船的地方 第一次到Walter Taxi 這個彎送是7點多款 它也有Tour那種 就是你可以選行程的 然後25到幾十塊的都有 如果你想用不同的方式遊覽維多利亞 可以考慮坐上水上計程車 帶著你用不同的視角看市區的景色喔 還有呢如果你想要多停留幾個景點觀賞的話 也可以選購他們45分鐘的導覽行程 還會帶你穿越橋下的水道 在海上呢你可以看到有人正在划船 真的是還蠻推薦大家可以來搭這個水上計程車的 我們是搭到魚人碼頭 抵達Fisherman's Wolf時 就可以看到很多顏色鮮艷可愛的船屋了 在碼頭散步 還有機會可以看到海豹啊水塌等等動物 這裡呢也有很多餐廳可以選擇喔 這間連廁所都這麼可愛 逛一逛肯定要在那邊吃了 本來想要回到那個市區那邊吃 有一家叫做 Renfish Renfish 我剛剛就想講我覺得有一個很有趣的就是呢 他們不得暈船耶 因為呢他們那個船其實在搖不是嗎 然後他們要邊搖邊煮東西 暈船的話就不行了 想說來到這裡了還是要吃個經典的駕魚薯條 還有呢我們點了駕神豪錢銀寶和捲餅 然後是一間很有名的茶店還有巧克力店 還有麵包店 下午就是吃吃吃的行程 我們沿著海邊散步可以一路的走到議會大廈 冬天的海邊雖然真的蠻冷的而且風很大 但是午後的陽光還是有稍稍的暖和一些喔 第幾次來了 第四次了 每次看都還是很壯觀 然後我記得進去呢 你要進去參觀 你的行李要像過S光一樣 因為他是實際的議會大佬 旅行李要播放 在附近的晚上 沒有拍照 你拍照是拍照 快點 沒有拍照 謝謝 在附近的晚餐 其實這邊有人就選得蠻多的了欸 遊客蠻多的 這間巧克力很有名 這家 裡面有顆粒 真好吃耶 我剛剛以為包包一層 它巧克力蠻厚的 這家茶店 這間茶葉店是創始於1894年有127年的歷史了 店裡的裝潢也非常的富麗堂皇 可以點杯茶在店裡享用著甜點喔 又看到彩虹了 我們現在要去港口要回溫哥華樂 大家記得是要提早30分鐘前到碼頭 不要再30分鐘內到碼頭 你就搭不上這樓 這就是我們這次在Vittoria的行程 那我們這次其實拉Vittoria大概是三天的時間 然後有安排了一些景點 不是太緊湊的景點 那有包含了像是我現在在的這個地方 就是今年7月多才開幕的新景點 大家可以來玩 那這次呢也很感謝樂遊人的贊助 如果大家想要探索加拿大 想要來加拿大自駕旅遊的話呢 可以加入樂遊人的LINE群組 叫做樂遊加拿大 大家會討論一些旅遊相關的資訊 所以呢 如果你有任何想要去玩的地方呢 都可以在上面詢問 大家都會在上面討論旅遊相關的資訊 喜歡旅遊想要來加拿大大家 記得要加入樂遊人的LINE群組喔 如果大家喜歡這次的行程 這次的影片的話呢 可以再看我的更多的影片喔 好那今天就這樣啦 謝謝大家的收看掰掰